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好,我是长工 中秋节刚过,颱风也走了 虽然南部没什么颱风的迹象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拍鸟了 所以今天出来看看,到处走走 看看有什么可以拍的 沙伦农场晴空万里 今天的目标鸟种是挥胸殃鸡 正巧有一个草场在割草 挥胸殃鸡的点就在附近 但愿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点不鼓励来拍,因为路小 只能一人车拍 当有摩托车或其他车子经过 让路很麻烦 重新归位后 起码要再等半个小时 而且,这是马路上的水坑 随时可能没水 没水就没鸟 这是在道路上的一个水坑 你呢 那个挥胸阳脊 两只成鸟 带两只或三只的 除鸟 幼鸟 在这里密室 不过呢 它是在水坑的 它那里有两个水坑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它在后面那一个 所以遮的比较大 看看它能不能到前面来 幼鸟已经很大了 灰胸阳脊 生性胆怯 静静粗粗 不会一直待在外面 在这个地方 灰胸阳脊的主食就是马路 这里很多马路 就是那个红色圆滚滚的百竹虫 路上的吃完了 就从路边的草丛里 抓出来洗一洗再吃 马路有一层硬壳 可是它们很容易就整条吞下去 幼鸟也照吃不误 这种扎实性的鸟 是有什么吃什么 灰胸阳脊 身长约25公分 头部红核色 沿以下至颈喉 为鼠灰色 体背黑核色 具有白色的横纹 是稀有的牛鸟 台湾特有亚种 侵袭在海岸红树林 泥滩地 水田 农耕地 等等 水边地方 以鱼蟹昆虫种子为许 生性害羞 平时度无益观察 这个拍摄点有点远 又这很大 得换个地方 大热天里水坑是各种鸟的最爱 喝喝水洗洗澡 而这附近 就这里有水 这里最多的是红酒 埋护殃机也出现了 帆娟也来了 很少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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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了地点以后 又要等一段时间 挥胸殃机的幼鸟先出来 幼鸟也会自己抓马路吃 其实马路并不脏 为什么要洗呢 我想应该是沾水比较好吞 虫鸟终于出来了 这个角度有点扶脚 但无遮 清晰多了 这次是沾水比较好吞 沾水比较好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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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